到了六月中旬 熊也开始进行交配游戏 其他凶猛的动物在需要交配时 会放下架子纠缠自信 但是熊可能已经不耐玩了 时候一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住雌熊 熊熊就这样非常有耐心的抱住雌熊 不管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 直到雌熊答应为止 一只走到哪儿 人到哪儿 如果这样也不能说服雌熊 他就会骑到雌熊身上 开始按摩 它是怎么知道这个办法管用呢 对一个笨熊来说 这可是聪明的办法 熊的生殖器可不像熊本身这么强壮 熊的生殖器和它的身形太不相衬 并且也不怎么耐看 乍看就像融化的蜡烛 也许在说服雌熊时花费了太多精力 交配也很单纯 笨拙的挪动下身 在旁边摸索几次后 以八十公斤的力气猛地插入 此时用瞬间的摩擦 射出二十毫升或是三十毫升的精液 事情都结束了 但是熊熊还是抱着雌熊不放 可能是它玩得不够尽兴吧 力气再大的雌熊 是要对熊熊套住 在熊熊放手之前休想逃脱 虽说熊很愚蠢 但是没想到在交配游戏中 也表现得如此笨拙 如果您能够继续 时会让您的变化 词 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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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认词 认词 词 认词 词 认词 词 词